欢迎回到热情追踪 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 香港政府先后逮捕多名人士 7月中取消12名民主派立法会参选人资格 8月10号更大动作 以涉嫌勾结外国势力 颠覆国家安全的罪名 逮捕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7人 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表示 北京当局最主要就是希望可以达到恫吓效果 继续在您深入了解 香港媒体拍照拍个不停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穿着灰色西装 双手还被上铐 8月10号这一天 港警国安处多名人员 大动作前往黎智英住家进行逮捕 另外包含他的长子黎建恩 跟次子黎耀恩 还有另外4名一传媒高层 也都被送上警车 一送接受警方证讯 黎智英等7人被控勾结境外势力 煽动他人 还大动作搜索一传媒总部 这一切都跟他参加雨伞革命 与反送中抗议港股运动有关 加油 我拥有败的败败 因为这给了我的生活有意义 从国安法通过后 香港多名民运人士接连被捕 就连前立法会议员 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冲 也被发布通缉 你现在可以公布在哪里吗 港府一连串的逮捕动作 试图消除民主派势力 学者更认为这次国安法修法 是让香港提早回到一国一制 如果一直这样搞下去是有可能的 就目前来看还只是一个小洞 可是有这个小洞 有一就有二 有二就有三啊 因为一国两制 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说你都是中国 但是制度上用基本法告诉你什么是你自治权 那现在基本法明着写的自治 也被你强迫插进来了 那就变成说那我以后怎么知道哪个件事情还是香港自治 国安法通过后 专家认为香港警方逮捕几位民主派人士主要在于警告 目前看来北京当局的确达到让港台民众开始自我审查的目的 甚至也影响到海外华人造成言论的寒蝉效应 让香港人不敢再对香港独立或自由有所讨论 不过也照成6月30号之前 已经离开香港的民主人士 不敢或无法回香港 肆无重演两岸骨肉分离的历史 这个一定有 因为我自己就有当事 我就有协助当事是一个香港 一些香港的朋友就是在台湾申请居留权 因为不敢回去 那只好想办法找一些法律允许的方式 让他们申请居留权留在台湾 这些朋友实际上是不能够团圆 为什么大家会对这部香港国安法这么忌惮 主要因为国安法通过后 北京当局在香港设立的国安公署 具有超越港府的权力 下辖国安公署的特殊警察单位 还能不去搜索票 就能直接进到民众家中 这样的行为更被诟病为秘密警察 我觉得那个是很危险的 就是说他本来这个法的设计还是说 执法还是你香港自己执法 审判还是你来审判 这是原则 可是他说他又有一个条文说 如果你做不到 你很难因为反正各种原因 那这个时候就我们来帮你执法 然后由中央来审判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法 他很多地方都说 我只开一点小例外 开一点小例外 专家表示国安法通过后 只要北京方面认定你有罪 从执行到抓人到最后审判 都能由中央直接管理认定 关键原因在于说 这个条文的规定方式很宽松 再加上解释权以及认定权 都不在自己手上 那香港的司法 是不是未来还能够信任 都是未知数 所以大家当然会很担心说 是不是容易会有动辄得救的情况 香港国安法通过后 很多支持香港民主的台湾人 不免担心未来如果到 和中国有引渡协定的国家 恐怕会在海外被中国警察逮捕 是有一定这样的危险 不过要看他们跟 这些国家的引渡条件内容 第一个可能不是什么罪名 都可以引渡的 第二个是引渡的程序 你提出之后要求引渡的部分 而言可能要经过法院 如果它原来是这些民主国家而言 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那担忧的问题 是不需要太大 你应该担忧的问题 应该是出现在一些 不是民主的国家 学者认为一些民主国家 像是韩国 德国等等 和中国有签署引渡条款的国家 会因为国安法被引渡的机会很小 毕竟还牵扯到国家主权问题 一旦没处理好 恐怕会衍生出政治问题 如果这个国家跟中国非常好 这个国家弱到不行 都要靠中国过火 这几率就非常高 如果这个国家叫韩国 德国叫美国 你觉得有可能发生吗 对啊 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 就是非洲或者是说 东南半岛当中而言 例如依靠他基本上来讲 很大外援的国家 我们其实都有听说 就是中国这些警察 去海外执法的那种可能性存在 学者表示 北京当局目前使用的是 信战方式 主要在控制香港反动势力 至于台湾民众 是否在过境香港 或到海外时被逮捕 长期关心两岸议题的 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 胡伯燕认为 民众不用太过担心 是不是你单纯的讲 说我支持香港自主 或是什么自由民主这件事情 就代表你要颠覆国家政权 我觉得这是还有带时间去 去行硕 而且第二个是说 我们想象香港有几百万人 如果他有一半 有一百万人 有这样的问题 香港都抓不完 还抓台湾人干嘛 也就是说 台湾人不需要帮自己去担心说 他有空要来处理台湾人问题 他的条文存在 其实主要是要吓唬大家 香港国安法通过后 限缩港人发言空间 学者呼吁台湾政府 要适时给予相关民主人士 政治庇护 也希望对岸政府 能尊重五十年不变 港人治港的政治承诺 才能逐步赢得民众信任